事從剛剛看到金磚這兩天在開會 那加入了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 可是中國的經濟還在惡化 今天出刊的經濟學人又唱衰習近平了 對沒錯 事實上習近平目前為止 面臨他們國內的這個經濟問題啦 或是說非常亂的 各式各樣的這個局面來說的話 可能到海外去來說 他可能還會覺得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他事實上 到這個金磚五國的這個會議裡面來說的話 除了一些之前的會議之外 他們現在呢 又變成是說要繼續增加其他的會員國 那目前為止宣佈說要增加 包括說像阿根廷 埃及 伊索比亞 伊朗 還有包括沙烏地阿拉伯 還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六個國家 會形成這個新的這個體制 那當然他這個習近平還提到說 這一次的這個金磚國家跟開發中國家 要結合在一起的這個決心 所以看起來的話 這個當然西方世界的媒體都把他認為說 這就是一個對抗西方的組織 雖然說他們一直在淡化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他這次習近平特別也在這個會議裡面 講到就是說這個中國呢 始終永遠是發展中國家的這個議員 那他同時還提到說 我們過去十年跟非洲提供非常多的援助啦 包括說提供非洲六千多公里的鐵路啦 六千公里的這個公路 還有八十個大型的這個電力公司等等呢 然後我們支持非洲 還有支持開發中國家的自主能力 那同時也提到說 我們未來呢 還要在這個提出一百億美金的這個專項資金 哇這個聽了大家都非常開心嘛 這叫落實所謂北京所提出的這個全球發展的這個倡議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他在國外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因為這一次軍專五國會議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普丁沒有去 所以他似乎是能夠獨領風騷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不只獨立風騷他還擴大了整個未來這個 所謂的抗美的這個陣線的這個擴大 所以對他來講應該是有一些收穫的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讓美國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美國目前為止來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展開了 包括說共和黨黨內的這個初選 還有這個明年的這個選舉的 這個一開始準備要開跑 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議題應該會變成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之一 所以呢目前為止 根據他們統計的這個資料裡面來說的話 已經用美國有33個州 提出有81個法案 這八十一個法案大部分是什麼 限制包括說像中國政府 或者說限制跟中國政府相關的企業 甚至總部設在中國的這個企業 還有中國公民去購買相關 包括說像美軍基地附近的這個房地產 或是美軍基地附近的這個農業用地等等 目前為止有非常多州都通過了 那當然這個法案呢 對很多這個亞裔人士都覺得說 好像有侵犯人權 但是沒辦法 目前為止美國的這個 這個整個操業的態度 就是要限制中國 在這個美國買賣土地的 這樣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因為在1979年呢 當時的這個卡特跟這個 這個鄧小平 鄧小平就訪問美國嘛 他們有簽了一個叫做科技的這個協議 那科技協議就是 美國呢 跟中國重大科技研究的 這個互相的合作 那這是每五年檢討一次 那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目前為止美國國務院就說了 因為這個案子呢 在上一次更新是2018年 所以今年又要更新一次 就五年自動生效一次 結果這個目前為止 白宮的立場似乎是說可以再繼續延遲 再延個一年 延個五年 但是這個會議呢 這個狀況已經引起美國朝野抗議 美國很多這個參議員 中議員就說 你幹嘛在給他延遲 所以這個變成是 美國是不是在對中國釋出一些善意 因為八月的 這個接下來一段時間呢 美國雷盟多了要去這個中國訪問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樣 取得一個所謂的他量 這個所謂的這個比較鬆的一個局面 讓雷盟多去訪問中國 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這個待遇 那除了這個之外 國會呢 國會目前還是要求說 要對這個中國的這個關鍵產業要繼續的限制他 所以這個目前為止 美國立場其實還是 國會立場是比較走的比較前面 那美國政府立場是有一點點比較 算是比較停滯的一個狀況 好那除了這個美國的態度之外 最近呢這個國際媒體 包括說Bloomberg就有在一個報導 這個報導是美國的SIA 就是美國半導體協會呢 有表示說 從華為呢 從去年開始呢 有接受到 中國政府的約莫是300億美金左右的這個資金補助 那這裡面來說話 可能呢 要這補助的公司呢 包括說像福建金華集成 還有彭欣為這個電路公司兩家 那目前為止到底在做什麼呢 SIA是想不清楚 但是呢 很有可能就是要打造一個 所謂的秘密的這個供應鏈的這個情形 那除了要打造自己的供應鏈之外 這個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不是有所謂的千人計畫嗎 那現在呢這個中國已經把這個千人計畫下掉 他們現在改 改為新的叫做 有一個叫做啟明計畫 那這個啟明計畫 就是說要招募 從全世界招募 包括說像半導體等等敏感的領域 還有機密領域的相關的人才 那都寄出了 包括說高薪啊 房屋補貼啊 還有簽約金等等的一個方案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中國的科技部呢 最近還在推一個叫做火炬計畫 所以目前為止 中國是用所謂的啟明計畫 加上火炬計畫 去抵抗這個目前為止的這個 過去被這個美國已經盯上的這個千人計畫 好那實際上我們就講 最近一段時間來說 國際媒體就不斷的有 非常多唱衰中國的這個狀況 包括說請看經濟學人的這個 所謂的習近平的這個失敗模式 包括說還很多這個之前的華爾街日報 還說這個中國40年的繁榮已經過去了 等等 然後甚至你講到說最近一段時間 高盛等等的外資不斷的在調降 中國的這個經濟成長率 全世界都看衰中國的這個經濟發展 甚至連今天的這個中國股市又持續在跌 香港股市也是一樣 所以看起來大家都對中國股市 或是對中國經濟其實是都不看好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拜登有講到 這個壞傢伙遇到倒霉事的時候 他可能會做壞事 那當然啦 目前為止來說 眾議院美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眾議院 加拉格爾他也說 經濟危機恐怕會加快 中國攻台的這個時間表 美國要注意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其實呢 呼應一下這個賴清德昨天接受 您訪問的提到 他認為說中國也不要出亂子 因為這個對台灣的確不是好事 所以我們要密切注意 中國經濟接下來的發展 萬一真的失訴的時候 其實對台灣來說 未必真的是一件好事情